觀眾大家好,歡迎收看最新一集的《股壇思見》 在我身邊仍然是施永青先生和C基金的基金經理李浩德 上星期,在亞太區有個貿易協議叫RCEP簽了 很多人都認為是中國的貿易勝利 因為過去與美國糾纏關係似乎初步在亞洲區分出勝負 施先生,你怎樣看這個貿易協議 會否對中國之前的內循環、外循環有幫助 看到一件事,美國都不可以完全操控它的盟友 初初我以為在5G、一帶一路方面 美國明顯採取很多方式,阻撓其他國家用5G 或者阻撓一帶一路的推行 或者亞洲其他國家想投入,都會阻撓 我最初以為,不知5G、一帶一路的貿易談判 最初是否會阻撓其他國家,最後都被阻撓了 最後都不會用5G 所以我最初知道有貿易談判 我怕談不上,因為美國阻撓其他國家 對中國的貿易談判,是貿易為主 印度也有14億人 都是很大的地區 日本退出後,我怕日本想加入五眼聯盟 如果印度退出後,日本又推賣 如果印度退出後,就算是沒有意思 最後都談判了 亞太區的國家,都未完全贊成圍堵中國 令中國完全跟他們解除關係 中國仍然賣很多亞太區的貨物 很多國家,都是中國的主要貿易夥伴 完全切斷,對他們沒有好處 所以美國退出後,都想繼續跟中國做生意 這是一個好的笑頭 其實美國的影響,不是壓倒一切 他們自己有機會,都想維持,不能夠全球化 都在亞太區,有一個自由貿易區 其實這個貿易區,涵蓋全世界GDP 差不多三成,是一個非常龐大的 應該是史上最大的貿易區 有這麼大規模的協議 對投資或經濟,甚至乎股票有什麼影響? 第一,當然就是在政治上高,剛才施山講的政治含意 現在一刻,大家覺得 美國未必能夠,所有東西都是手車一天 有些地方,每個國際上高不同的國家 其實跟中國的關係,就不容易一次斷攬 大家都為了自身利益著想底下 其實跟中國,都某程度要維持關係 而今次這個,雖然是貿易或經濟的一個協議 暫時來說,看內容 除了政治上高,對中國來說 不單單再被人孤立 似乎是一個反過來,能夠有一個比較好的國際關係之外 其實在具體,暫時見得到 例如,對一些區內,尤其是亞洲區 裏面一些很多的生產 因為現在,其實很多生產過程 其實已經真的全球化 分散在不同的地區 由可能原材料的生產,到加工製成 去到最後的市場 其實今次協議裏面,做得比較明顯有幫助 可能就是這些產品生產的來源地 認證的關係 因為其實很多貨品的生產,經過很多國家的步驟 才去做到這件事 由於這個貿易協議底下 其實就能夠將這一類型的工業生產 無論關稅、配合等等 其實應該就有些幫助 當中,股票市場上,暫時看得比較正面 或者短線來說,比較有受惠 可能是一些港口 因為區內的貿易、生產 多些交流的話,是有幫助 另外,可能是紡織 其實全球很多紡織都是在亞洲區 當年,以前就是中國為主 但現在也有很多,譬如柬埔寨、區內其他 原材料亦有包括在亞洲區裏面 整個新的貿易協議底下 應該對這兩個行業,剛才看過 至少暫時來說,應該明顯受惠一點 因為之前,很多人都相信 去全球化,已經是一個趨勢 現在看到,全球化未必說去就去到 在這種情況下 之前,因為疫情的問題 各個地方會各自搞內循環 似乎不是 如果不是的話 對香港是好的 因為香港以前 主要在中國的外循環扮演角色 少在內循環扮演角色 如果中國的外循環越來越少 內循環越來越多,香港其實沒有什麼好處 香港要重新去內循環找位 很難找的 所以,最好就是 中國的外循環可以保持一定程度 在這種情況下 以前,我們在股市投資市場那種擔心 所以,需要有些被風險的投資 就會少了 對風險的遺口,可能會變得更好 如果對風險的遺口,會變得更好 現在其實表現出來的 在今時,很久都會升不動 傳統的業務,可能會有些空間 所以,傳統的股票會變得更好 資金有一部份,流回傳統的股票 科技股、創新、創新、創新 略為下降,只是未必是不好處 以前是,獨孤一美去完 現在是,外面其他市場都有機會 所以,以前有些人持有些股票 例如,匯豐跌到下去,30元都跌破 28元,現在去回40元 28元去40元,都升了很多 這也是,跟整個大環境改變 例如,拜登上場 拜登公開說,特朗普對中國貿易戰已經失敗 如果他失敗,他可能會做一些跟特朗普不一樣的事情 即是,打了對美國有利的事情,他會打 打完之後,原來是美國消費者負重了稅 又要買回來,又要貴一點 我相信,整個未來的貿易佈局 如果拜登上場的話,是會不同的 中國受的壓力 香港本身受的壓力,都會少一些 這是一個,宏觀對香港有利的消息 這個背景,RCEP,其實有少少後發才指 因為特朗普上場之後,才叫做中國加速推 其實之前有一個叫TPP,不過特朗普就取消了 如果施先生這樣說 其實拜登都應該頗大機會,會再重啟TPP的談判 TPP,其實跟這個差不多多少 不過加上美國下去 TPP,即是跨太平洋,就是巴馬美國 美國剛剛太平洋離開一旁 這個就是當年,奧巴馬年代 他打算臨滿,就做賣 不過,怎知就去到 都做了一半 差不多預備簽 不過,特朗普上場,就踢走了 我想,那就是突顯到中美關係的轉變 假設拜登順利上場的話,可能這件事就會有些轉機 其實這幾年,很多投資者或專家都會將人民幣國際化 放在一個非常高的水平 因為很重要對中國 會不會簽了這些貿易協議之後 其實中國在亞太區的貿易可能量更加大 會令人民幣有機會進一步國際化的速度快些 如果談及一個國家的貨幣 基本上,就視乎國家的整體生產力 對外貿易,是否上升 美元之前,之所以這麼強 美國的生產力、科技各方面都排在世界前列 現在看到的情況,美國的角力似乎有見頂回落之勢 而中國正在上升 例如,新加坡總理也說 美國對新加坡很重要 外國投資,美國佔了很大部份 如果談及眼前的貿易 中國的貿易比美國多 我相信大部份亞洲國家 中國和中國的貿易都佔了,差不多是主要貿易夥伴 這些協議簽了之後,貿易應該會加強 更多的交易,是用人民幣結算的話 人民幣的地位一定會上升 相反,美國其實,正在這段時間,拼命印 並不是真的印印,都沒有問題 印印印印印印印 持在美元,就會覺得 原來你這樣印印? 沒有生產財富,沒有生產出來 銀紙印印了那麼多 那些人就會額骨 如果交易貨幣的比重降低,儲備貨幣價值也會降低 如果中國佔國際交易貿易金額一路上升 人民幣在國際地位就會上升 人民幣這段時間的匯率偏強 在金融市場,你如何分析人民幣的走勢 對股市甚至對息率的影響 如果長遠一點 剛才施生提及,貨幣強弱是與經濟實力掛勾 不過美國是比較特別 除了經濟體比較大 其實有很多軟實力,幫助美元有這麼強的發鈔能力 例如石油交易,全部都用美金計算 這些其實跟本身經濟沒有關係 可能是軍事上或國際上的影響力 大家現在看到,其實美國的經濟實力開始有些隱憂 因為過去幾年,經濟開始有機會慢下來 而他們的軟實力仍然是 他們得以維持這個美元 相對還是強勢 就是靠打壓一些新興的敵人 包括中國 如果中美的狀態,中國繼續崛起 其實本身對美元的影響力很大 因為大家可能對人民幣接受程度很高 不過我覺得,美國不會這麼簡單 讓人民幣作為一種貨幣,在國際上提升 我看到的情況,除了貿易上 與中國的交易越來越多之外 在投資上 美國想資金不要流去中國的努力 都不是很成功 我接觸一些投行 美國、歐洲投行 他們公然跟老闆唱對台戲 總統叫人們這段時間,去買人民幣債券 認為未來人民幣會升值 最近有些投行,都看好股市 在2021年,香港股市前 H股,或者A股 都看好很多 因為投資者,投行都要顧著客戶 如果那條路是黑路來的 指別人去行輸 別人,下次不光顧你 所以,我見,之前擔心人民幣 在美國的打壓下,會一直貶值 實際上,大家看到的情況 人民幣是升值 這就是金融市場的參與者 他們增金白銀,是大量資金參與的時候 他們作的判斷,都是看人民幣看好 所以,錢就是看好內地 近幾個月,人民幣上升速度比較快 一則,美元本身印得比較厲害 整體,DSY作為一籃子貨幣指數 美匯指數,都一直偏弱 192,193左右 另一方面,中國出口很強勁 出口強勁引發,中國很多企業賺了外鈔 外鈔,回到中國大陸,轉為人民幣 這就是近期人民幣強勢的最主要原因 如果你看回,我們好像之前提及過 10月初,中國大陸的人民銀行 有一個比較大的舉動 就是將一些人民幣、美金 調期的保證金 收益的金額,由以前20%減到零 這個方法,就是中國大陸防止人民幣貶值 所以,人們如果沽人民幣買美金 是要增加交易成本 但今年,大陸政府也看到人民幣升得多好 例如,一個中線的判斷 大陸政府也覺得,人民幣維持一個比較健康的水平 所以,將首席交易金額減到零 令到交易成本低了 不想人民幣升得太快 等你沽人民幣時,成本低一點 有一段時間,很擔心 破漆,然後升一路跌 大家看到三萬億外匯儲備 現在開始,他都沒有那麼擔心 他覺得,人民幣跌一點 他可能還樂於見到 似乎是一個信心的表現 近來,還有一個內地,很多人說開 都比較特別的現象 內地似乎容許一些在岸債券 出現一些違約的情況 可能清洗一些有問題的資產 浩德,這件事會否對香港 或外地的交易有影響 先說少少背景 這些信用債違約 過去一兩個星期,是比較多投資者關注 有些是國企 最主要是幾間知名的國企 即是紫光、永成煤等 其實他們都有一個共通點 全部都是國有相關的企業 本身資產或經營情況 如果實際是這樣說 其實一般般 不過,因為他們全部都是國企的牌 所以過往他們發債 都可以拿到一個多高的評級 拿到一個三個A的評級 大部份投資者覺得 不論經營情況如何 只要因為國企 其實違約方法很低 以往國內債券的投資文化 剛性對付,不會出事 但最近接連有幾宗 都出現了 發現國企可能出現 還不到錢 產生交叉違約的情況 所以令到那些在岸的幾隻相關債券跌得很厲害 不過暫時的情況 以我所了解 第一,即使在在岸情況 其實撇除那小部份的國企 我覺得比較低級別的國企 順債比較受到牽連之外 其實本身在岸市場都不是太大影響 而離岸的,譬如在香港見到很多內房債 主要外面的人民幣債,都是內房債 其實暫時未有影響 至於中國大陸官方口徑 其實暫時都未覺得是很大的系統性風險 他們都有說 暫時做的事情,如果相關銀行 應該控制貸款給客戶投資上債的風險水平 令到這件事不會顯化成一個系統性風險 中國政府出過很多次聲 你不要因為國企,就當它沒有風險 所以有心讓國企出現違約 作為對投資者的一個警戒 你不要以為國企買了,阿爺就包你 沒有,它不電就不電 它不電是你沒有眼光,你自己負責 中國政府如果容許這些事情發生 亦都代表它是有信心 即是,這些事件不會一觸 就變成連鎖反應 一大批被拖累 或者引起投資者恐慌,個個抽資 現在整理的形勢,仍然有資金流入人民幣市場 所以他們覺得不重要 就有它爆發 讓你們自己學精一點 下次投資也看真一點 先生,你提到內房債 很多人都提及過 都要問問先生是專家 內房債佔債券的比例相當大 近來內地房地產的情況,隨著經濟都相對比較強 大家不用太擔心 以我們自己公司的成績 或者其他行家的成績來說 疫情結束後,恢復得很快 交投量不會比2019年差 2018年更好 我記得2018年的時候,沒有現在這麼好 交投量相對活躍 不過,中國政府落實習近平所說 房屋是用來住的 住房不炒 這個政策仍然貫徹得很徹底 很多地方,一有少許炒風 政府便有措施出 例如新鎮,樓價升得快 政府便出手禁止 現在,中國政府和世界其他政府不同 以前世界主張市場機制,無形之手作調整 中國政府這幾年,越來越覺得自己應該出手 政府扮演的角色,越來越多 例如最近,螞蟻被叫停 都是政府出手的表現 到最後才叫,很多人都受影響 我認為政府有時,現時扮演的角色 無可避免增加 過去,靠市場 證明市場有失敗的地方 做不到功能的地方 所以,我相信政府越來越多出手 市況,政府控制之下,內地風險相對不大 最後想問問,好得 因為很多觀眾或客戶都有問過 現在美股有三寶 潔淨能源車三寶 衛來,還有另外兩間是 小鵬和理想汽車 我知道,可能C芬也有研究過 甚至有持有 可否跟我們的觀眾說一說 如何看法,炒得這麼興奮 是否應該時候還買這些相對炒風比較遲的股票 剛才提到這三間公司,都是國內自己做新能源汽車的 新的勢力 好像市場這樣說 其實你會見到,本身電動車的發展 其實似乎經過這幾年,現在開始成熟 當然,年初大家已經開始說 Tesla,今年股價很好 現在市值達到四千多億美元 令大家對整個行業的活躍增加高 不過,如果大家看回 今年,在國內,新能源車 尤其是近幾個月的銷售,都真的不錯 譬如說,做得最好 我們C基金判斷是未來 剛剛第三季,可能賣了萬二架車 另外兩間大約八千多架 其實按年增長都很高 基本上,他們都開始出現一個情況 以現在的銷售速度 去到明年,就應該不夠賣 即他們的生產能力配合不到 就有點像當年Tesla的情況 不過,所以我覺得 我們自己簡單來說 其實我覺得,現在他們已經經過了最難捱的階段 建立自己的品牌,建立自己的產品 到現在,這幾個月 也都趁整體國內新能源車的需求高 其實他們都突然間發展得不錯 有部份,譬如說,用衛來作為例子 他們自己公司都說 今年開始,他們公司的現金樓 就應該轉去正數 即不需要再靠外面輸血 如果大家記得,衛來現在就好像很高 大家很踴躍,股價到四十多元 其實年初都是一元 如果大家記得,升了十幾倍 對,升了十幾倍 但當初上半年,如果不是國內合肥政府出手 在財務上的支持 其實都不容易捱過那個階段 我覺得,去到這個位置 這個轉折點 其實我覺得這些公司發展入比之前 就會是好的 不過,亦都要講反應 這兩個月,其實這些公司的股價 都能炒得比較低 升低很多 跟它的盈利能力脫節 但與未來可以幻想的空間配合 因為中國政府,其實態度很鮮明 會支持他們 你看十四五個計劃 講明要綠色,要持續發展 好像2025 可能要不知 大約20至25%的車 希望是新能源車 現在可能是5%左右 所以按照政府的規劃 每年可能要折銷增長兩、三成以上 這些車有財政困難 容易得到政府的支持 而將來政府的政策都會配合 變成它的銷量有保障 如果政府要賣得多 一個就是補貼 香港有時期Tesla的首次登記費都免了 譬如政府在稅務上補貼 政府對一些企業提出要求 國企有多少成車要用電動車 或者機構去投政府標 其中一份就是看你有多少%是用電動車 每個人都去買 中國政府就是用這些手段去調整經濟 正正是施先生 參加多些有型之手 最後問好得 C基金還有持有哪幾隻能源車股 剛才提及過 剛才我提及過三隻中國新能源車 比較看好就是蔚來 倉位比較多 你不是一元買的 不過我們十多元買了 都賺了不少 如果有留意我們C基金直播 應該都聽過我們分析很多次 當然這兩個月特別火紅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蔚來我覺得三間當中 我覺得是行得比較好 除了因為行得比較鮮 賣的車的量比較多 公司剛才提及可以正數 還有一些技術上高 例如自動駕駛 無論是電池和車的分離技術 我們都看得比較好 所以C基金持有蔚來氣 不過大家都要注意 炒風比較刺熱 要了解公司才買它的股票 今集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 如果大家有興趣 了解C基金 或者了解我們的投資取向 可以看我們的網站 或者打印到我們查詢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